Hello everyone, this is Nash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比较跨领域的 它的主题叫做细胞的静止膜电位 我更多的想要去分享就是关于细胞的静止膜电位 当中和物理比较相关的部分 那就是细胞膜的电容特性 究竟细胞膜它的电容特性和细胞膜的静止膜电位 又或者说是日后的动作电位 有没有什么样一个相关的观点可以去探讨和做结合 那我们今天就可以一起来研究研究 首先这个细胞的静止膜电位 英文叫做Resting Membrane Potential Resting Membrane Potential我们取开头的大写字母 像是这个RMP 我们的RMP 静止膜电位一般来讲大概是抓 -70个mV -70毫伏特又或者说是-65毫伏特 那我们先大概抓这个-70毫伏特好了 首先如果说我们是学物理的人 我突然看到说细胞的静止膜电位叫做-70毫伏特 我觉得感到很好奇为什么叫负 因为我们在物理上我们有时候会在探讨重力问题的时候 我们把这个静位面定在无穷远处 于是在地表上又或者说在地球外部的某个地方 它的位呢会是负的 那对于一个细胞膜那为什么会有电位这些东西 那又为什么要特意去挂个负号 那我认为呢这边物理老师就可以来一起帮忙研究研究 首先呢一个细胞而言 它的膜呢因为在细胞膜上以生物来说会有所谓的一些离子通道 比方说像是sodium potassium pump 那就是透过这些bump呢我们在细胞膜的这个 extracellular compartment and intracellular compartment 在膜的外侧跟内侧呢就会有一些正负电离子分布的不均 那这些正负电离子一旦分布了以后呢它就会有这个电位的建立 那但是我们在探讨电位不电位的事情啊 其实呢电位本身对于物理的学物理人来说它的意义性没有到非常强 什么意思哦 比方说小明说他今天考了一万分 那这一万分到底高不高 你听起来很高啊 但是我觉得这意义性还有待商榷哦 因为也许他的满分叫做一万零一百分啊 所以你考了一万分你根本就是一个起跳点嘛 你在零分哦 所以你的分数到底有没有参考价值 其实并不是你本身分数是一万两万还是三万分 而是你和你同学之间的分数差异那才显得有价值哦 所以电位今天本身就有这样的一个特性 电位本身到底是高还是低确切的数字是多少 其实不是那么重要 我们真正更重要探讨的其实叫做电位差哦 其实叫做电位差 那又为何会突然蹦出一个禁止摩电位叫-70 这70是怎么来的 那负号又具有什么意义 首先我们就要去问自己一个问题 呃 我们今天如果说在这个空间啊 就好像骇客人物一样 骇客人物全白的 你看不到周遭的景色 你看不到周遭的景色 你看到就是一个立体的空间 它全部都是白的 那如果你想要判断哪里是低楼层的话 哪里是高楼层 你只需要拿一个具有质量的物体 这样伸手一放 它往哪里掉 那掉的地方就是低楼层 对吧 那我就可以判断哪个方向是高楼 哪个方向是朝地面去运动 那假如我今天想要去判断 哪里是所谓的高电位 哪里是所谓的低电位 那你所需要做的就是准备一个参考的正电荷 我们称作测试电荷 你就这么禁止状态下一放 那它往哪里掉 那里就是低电位 OK吗 那再帮我想一下 它掉的地方 我们称作是低电位 反方向是高电位 那它掉的那个低电位 可能会有什么特色 那就是会有一群复电 复电会把正电往下吸引 所以通常我们讲 哪里是低电位 那就是有一群复电荷聚集的地方 这里就像是我们的低电位 但是当我喜欢往这个复电荷的方向去掉 是因为复去吸引症 所以它往下掉 那反过来说 那在上方的地方呢 其实就会是正电荷累积的地方 因为正电荷也相对喜欢去推你的正电荷嘛 所以假如这个粉笔是正电荷的话 我往哪掉 那里是低电位 那里有什么特性 可能会有一群复电荷 那反方向会有什么特性 就是一群同性的正电荷 所以一群同性正电荷聚集的地方 你就可以把它想像成是我们的高电位 那这一切的一切啊 就是需要有一个参考的正电荷去帮你判断啊 所以以后如果人家问你说 诶 请问高电位有什么特性 就是越靠近正电荷就是高电位 越靠近负电荷 相对来说那就是低电位 那接着呢 就在这高低电位之间呢 它们一定会有一个差异 那这个差异性呢 该怎么样去定义它 那你就需要把刚刚那个参考的正电荷 再度给它召唤出来 首先这个下方呢 你就把它当作是我们这个低电位的参考位置 上方是高电位的参考位置 想要探讨这高低电位的电位差 究竟差多少呢 你就是抓着你刚刚那个参考的这个测试的正电荷 你抓着它把它往上移动 那你确切来说需要贡献多少的能量 这个每单位一库人电量啊 你需要对它做的勾 你所需要对它贡献的能量交耳 我们就把它定义了叫做我们的电位差 所以在这一高一低 它们两边扣出来的电位差 差值就是delta 对不对 我们写上这个delta v 这个delta v就是我们的电位差 那至于这个电位差 该怎么去做定义呢 就是抓好你这个单位一库人电量 电量给它放在分母里头 你所需要对它做的勾 也就是我们的work work就是勾的意思 你所需要对它做的能量 每单位一库人 对于每单位一库人电量 你所需要对它做的勾 才能去改变这个高低电位之间的位置 这个能量的差 这个每单位一库人电量 所需要对它做的勾 我们就把它定义呢 叫做电位差 电位差 所以电位差的单位呢 就是你以前所熟知的福特Volt 福特Volt 那 那这个mVolt 前面这个m就是我们的毫 毫就是实的负散 那福特 讲得更细腻一点 到底有什么样的物理一 其实就叫做库人分子交耳 每单位一库人的电量 它所需要呢 被做的勾 或是能够储存的能量 这个就叫做福特 所以它的单位 福特其实也等同于 库人分子交耳 库人的单位就是c 那交耳的单位呢 就是这个j 公就是能量 所以你要小心 电位差其实并不是能量差 因为它在分母里头多了一个电量的单位 指的是 使这个每单位振电荷呢 去改变它的位置 你所需要做的工 每单位一库人电量呢 所需要对它做的工 这个就是你在这两个位置之间的电位差 那接着呢 有了电位差 我们就可以方便去探讨什么叫做电位啦 那我现在已经知道 上方这是高电位 下方是低电位 高比低如果说多了 10伏特 多了10伏特 那我会把你设做0的话 那这个下方比你要低的人呢 这个就一定是挂负号的 ok齁 所以对于一个细胞膜来说 如果我能够抓一个所谓的参考的正电荷 让它从比较低的位置啊 从这个低电位 把它呢 等数抵抗这些电力啊 所做的工 抬到高电位 你当中所需要克服的能量啊 就是70个 70的mJ 70个毫焦耳 那换句话说就是啊 这个细胞的内外侧 它们的电位差 就是70毫伏特 70毫伏特 所以以细胞膜来说 这个值啊 大概是 正的70个mV 而它是这个高扣低所造成的 所以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想象到 如果这个高的高电位处啊 被你设做是一个参考的出发点 它是0电位 那么我高电位 要比低电位多70耶 那没办法 这个低电位的地方啊 就只能给它挂个负号 它就会是负的 70毫伏特 所以这个负的70毫伏特啊 它就这样子被我们定义出来了 可以齁 所以电位本身 它的值呢 并不是太重要 在这空间中 任两点之间的电位差 才是真正的关键 因为如果说今天我把细胞膜的 这个外侧电位啊 设做是比方说70毫 如果我设做是70 那我这个膜内侧的电位啊 它也可以是0伏特 也可以是0伏特 所以这个电位的值 这个大小 这个size and value 就是可以制定的 那以生物的习惯呢 他们喜欢把这个膜的外侧 设做是0的电位 那也只有把膜的外侧 设做是0的电位 在这样的一个先决条件下 这个负70毫伏特啊 才有它存在的价值跟意义啦 所以之后如果你在听到 所谓这个细胞膜的禁止膜电位 也就是RMP 那你就要有一个图像概念 它讲的指的是哪一块 哪一个部分 哪一个位置的电位啊 就是我们细胞膜的内侧 OK吗 你想像这就是一个细胞膜 中间是它的这个 可能叫做生物好像叫0纸层吧 是一个高电阻的区域 在膜的内侧 在膜的内侧它的电位 就是我们用来探讨细胞膜 禁止膜电位的地方 可以齁 好那大概知道了 这个所谓的禁止膜电位以后呢 电位是怎么产生的 其实就是靠这些正负电荷的分离 它就会在空间建立起一个电位差 再把高电位的位置呢 设作是一个参考的0电位以后呢 另外一处的地方 它的电位就可以被定义下来 而我们定义这个 这个膜外侧的电位啊 叫做0 膜内侧的电位呢 就会是负的相对比较低 -70毫伏特 这就是我们的Resting Membrane Potential 那再来就是一个细胞膜的内侧跟外侧 它们的厚度 厚度呢 我们给它这个符号叫做D好 这个里面的厚度 就我的印象大概是7到10个奈米 7到10个奈米 其实非常的薄 那也因为它很薄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以学物理人的角度来看 这就好像是两个平行电板 非常靠近的电板 那它们身上都各自带有这个正电跟负电 那像这种正负电荷的极化 这种分离 其实有个重要名称就叫做极化 这种正负电荷在两个非常靠近的电板之间的分离 这样的一个结构呢 其实就是电容capacitor 那它的值就叫做capacitance 就是电容值 所以这个细胞膜也因为会有这种正负电荷的分离 就会让人忍不住想要去探讨一下它身上带有的电容特性 又或者是这个电容特性呢 它可以怎么样去对这个细胞有所贡献有所影响 那我们这个故事就接着看下去 首先呢我们就把这个细胞的膜外 膜内这个正负电荷的分离就类比成电容 那我们可以类比的东西呢 就是我们在物理上学过的RC circuit 这个RC电路你要探讨的时候 往往我们会准备好一个电池 这个电池啊准备要对我们的电容去做充电 那外面呢所接的 外面所接的这个电容器 除了电容之外呢 我们还在给它象征性加上一个电阻 上方这个符号就是电阻 那我现在画的这两个平行电满呢 就是我们的电容C 然后左手边这个电池的符号 我们给它这个参考的电压叫做Epsilon 好 那我们现在就画好了 我们今天要探讨的RC circuit 也就是RC电路 待会我会带各位呢 尽量去类比 我们在物理上学过的RC电路 怎么样去类比到 我们在生物系统所探讨的 这个生物的结构 首先呢同学 这个传统的电流traditional current 它的方向是从正极做出发的 Your current flow from the positive side positive side 所以电流现在往上流动 而往上流动以后呢 就会在你这个上电板 去累积这个正电荷 那在另外一板呢 相对就会累积我们的负电荷 可以吗 所以现在这个电容呢 你就可以想象 就好像是细胞的 这个膜的外侧跟内侧 好 那对于电容 对于学生物的人来说 其实对于学物的人来说一样 因为现在高中已经没有电荣这个东西了 除非你自己有自学才会知道电荣 那什么叫电荣 在这边就必须帮各位做个介绍 这个电荣C啊 等于呢V1分之Q 它版面不够 我写在下方 什么叫做电荣呢 我们写下来 这个电荣C叫做V1分之Q V1分之Q 也就是啊 你在一个给定电压下 给定电压下 平均呢 每一伏特电压 你所能够容纳储存电量的能力 什么意思 假如说啊 我今天给你 一库轮的电量 好比说一库轮的电量 那这一库轮的电量呢 它所对应到这个电板 能够建立出来的电位 能够建构出来的这个电位差 叫做一伏特的话 那这样的一个电容值呢 就被我们称作叫1分之1 也就是一个法拉 也就是一个法拉 那所以你会知道 法拉这个电容的单位 其实追根究底啊 就是伏特分之库了 法拉这个单位呢 就是伏特分之库了 伏特分之库了 那这时候大家就会开始好奇说 哦那 那老师请问一下 这个电容值啊 是否 我只要给它更高的电压 或者说我给它更多的电量 那这个电容值就相对变得更大 比方说我现在呢 在细胞膜的内侧跟外 这个内侧跟外侧啊 相对让它呢 激化的更严重 激化就是正负电荷的分离 那是不是我的电容值 就会跟着变大 答案是不会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高低电位之间的电位差 就是靠这些正负电荷 去累积所建立的 所以假如你今天的正负电荷的量 那也跟着变多 那也就是你相对能够建立呢 更高的更剧烈的电位差 所以这个电量和这个电压之间呢 其实是一个联动的关系 如果电量越多 你相对能够建构出来的 potential difference Voltage也就跟着变大 所以假如你今天出来的是 给的电量是两库人 那它所对应生成的这个Voltage 它的电压 电位差 或者俗称电压 其实电位差跟电压呢 是差不多的意思 只不过Voltage 电压是一个比较通俗的说法 那电位差 potential difference 它会是比较严谨的一个表述方法 如果你增加电量 其实你的伏特 你的电压 也会跟着升高变成两伏特 所以如果你单纯看1分之1跟2分之2的话 其实你的电容啊 完全不受电量跟电压的影响 那这时候你就会好奇 那电容究竟决定于什么呢 你就不妨想像 我们现在这个RC电路啊 是一个电池要充电电容的一个角色 那这个电容呢 你如果把它想像成是游泳池的话 什么样的情况 你把它灌满 你会花比较多的时间 就是你泳池大一些嘛 对不对 泳池大一些呢 就是这个电板的面积啊 你可以想像它变得比较大偏一些 所以电容的大小值呢 并不是看它身上所带有的电量 或者是电压 因为它们是一个正比联动的关系 我们真正要看的 其实是几何形状 也就是你这个电板 是大片还是小片的面积 所以对于电容而言呢 假如你今天什么都忘掉 你至少要记得 电容决定于什么呢 其实我们讲最简单的一个 就是决定于它的几何形状 电容呢 是决定于它的几何形状 OK 那此时此刻大家就会开始去问一个问题 OK老师你现在讲到说细胞膜啊 因为有这个膜的内外正负电荷的分离 那膜呢又非常的靠近 大概是几个奈米 7到10个奈米 哦 所以它可以被试作电容 那请问一下细胞膜的电容呢 大概是多少 这个我帮各位查过书 像是这个叶世荣教授的神经科学 大概是一个维法拉 一个维法拉 那当你回答一个维法拉的时候呢 你需要帮我再留意一下 你要搭配几何形状 所以如果说我现在写出来这个细胞膜 细胞膜的电容啊 如果我跟你说是一个维法拉 维法拉 首先呢大家要知道说这个法拉是什么意思 法拉其实就是这个福特分子库轮 法拉就是福特分子库轮 FARAD 法拉就是我们电容的单位 那也就是福特分子库轮 那这个一个维法拉 对于细胞膜的电容而言呢 必须要再考虑它的几何形状 也就是说这个一个维法拉 其实是以大概的一平方公分 这样的一个细胞膜的面积 去定义出来的 所以这个一个维法拉 针对的是一平方公分 这样一个细胞膜的大小 所对应到的电容值 好 所以目前呢 大家对于 为什么禁止膜电位啊 会有负号 这其实又是如何定义出来的 那这个细胞膜的内外侧 这个正负电荷的分离啊 它可以对应到物理上的电容特性 那这个电容特性呢 对于禁止膜电位 或是对于整个 之后前期的动作电位 有什么贡献 有什么贡献 我们先看一下 我甚至先不讲到 那如果各位有看过 我之前分享的影片 叫做The Physics and Mathematics of RC Circuit 大家对于这RC电路啊 喜欢物理的人 可能相对比较清楚 那如果你是比较 偏生物这一块的话 我们先讲一些 你可能听起来 会比较亲切的内容 那就是啊 细胞如果说 今天你已经知道 所谓的禁止膜电位 这些你都已经学完了 你大概有听过动作电位 对不对 那动作电位是怎么产生的 这动作电位的产生呢 其实就是你的细胞膜啊 身上会有一些 这种常开性 这种 我写在这边 这种常开性的通道蛋白 那这种常开性的通道蛋白 它是不需要耗能的 如果我今天 让这个正负电荷啊 先分离先激化了 那我只需要 把一些通道给打开 比方说让这个细胞膜 外面的正电离子啊 往下一流动 这往下一流动 这个-70毫浮特啊 本来就是 呃 强调是膜内的电位 那如果你让外部的正电荷 往下一流动 膜内的电位啊 从负的变正的 那你这个电位就往上攀了 对不对 那这个电位一往上攀升了以后呢 这就是一个所谓去激化的动作 平时呢 你展现正负电荷的分离 有一个-70毫浮特 这叫激化 这是静止的摩电位 虽然是静止 虽然是休息啊 但其实你还是在耗能的 待会介绍到 你是靠什么东西 在支持这些能量 那如果说我今天想要方便 我随时就能够 启动动作电位的话 你就需要保持成一个 呃 备战状态 这个备战状态就很像说 你今天不确定 你脚下会跑出来 一些什么很可怕的事物 会去摇你的脚趾啊 所以你就随时抱着一个石头 抱着这个石头 会不会累 会不会耗能 会啊 这就是一种维持这种 静止摩电位的一个备战状态 你会耗能 你会累 但其实你是处于一种 比较休息的状态 那如果说有需要有必要的话 遇到危险 你手只要一放 这手一放的动作呢 你不需要耗能嘛 就跟在这个细胞膜呢 有一些这种 常开性的通道蛋白 比方说像是一些钠离子的通道 你只要打开外面那些 正电离子往下一掉 那你这去极化的动作 就达到了 你手一放 这个石头就可以往下炸 那你就可以省去一些时间 就不需要说 哇有一些毒物耶 有一些很有危险性的生物靠近我 我还要去哪里找石头 搬起来去砸它 你就不需要了 所以对于细胞 这种电容特性 第一个 第一个我认为 可以探讨的优点就是 它随时处于一种 蓄极化的备战状态 那我们现在这个RC电路呢 你已经知道细胞的内外膜 可以让你把它当作是电容 对不对 那这个电池的角色该怎么说 我会建议你不妨就把这个电池的角色 想象成很像是我们这个 Sodium Potassium Pop Sodium Potassium Pop 也就是钠钾离子邦谱 这钠钾离子邦谱 其实就是 帮助你把相对 比较多的正电离子呢 给它往外推 推到这个膜的外侧 那这个膜的内外侧呢 就会开始变成外侧内部 那这样子一个极化的动作就产生了 那有的人会说 这个推出去的东西确切是哪些 我有听到一种说法是 可能三个钠离子出去 两个钾离子进来 那对于这种生物专业的呢 我其实不确定 我甚至有听到说 不一定要讲那么死 那以物理的角度来说 至少它是扮演一个啊 这个钠钾离子邦谱 是把正电离子往外推 推到细胞膜外的一个角色 那这就很像是我们RC电路当中的一个电池 我认为将比喻目前来说 对我来讲 是还可以接受的 那至于在这个电阻呢 这个电阻就更好想啊 人体当中的没有一部分 没有任何一个部分是超导体的 所以这个电阻就象征的是 我们这个生物体的任何 可能像是细胞外溢之类的东西 可以齁 好 那为什么要探讨这个电容特性 这个电容特性有什么好处 对于学生物的 对我们生物上细胞在处理一些讯息 还有什么好处 我认为这就可以从我们的时间长数 来去做讨论 时间长数 时间长数就叫做time constant 那这个时间长数的探讨呢 我们可以从这个电容的充电的过程来去做分析 假如我今天想要把这个电容 从没有带电荷到我把它充饱呢 什么情况下叫充饱啊 如果我给定的电压under a given battery 它就是absalon 什么时候叫充饱啊 就是当这个电容身上所带有的电位差 它的voltage 它的电压跟电池是一模一样的时候呢 这就是充饱 那这个充饱 有什么样的一个物理长数 可以帮助我们去判断 什么样的物理量可以去判断 它充饱要多久呢 这个东西就叫做时间长数 那我可以帮助各位去理解一下 这个时间长数呢 其实可以有一部分的推道 我先讲比较简单比较粗浅 就是如果你今天想要去探讨 这个电容充电要充多久的话 你倒是可以先从这个呢 Kirkhoff 就是物理上这个 克希赫富电律 K-I-R-C-H-H-O-F-F-S Kirkhoff 或者是讲亲切一点的 就是loop rule 那这个回路电律啊 告诉你我回路供的电压 会等于呢 整个回路里头的耗电压 所以它既可以写成了电流去乘上了我们的电阻 这就是电阻消耗的电位 然后再去加上什么呢 再去加上这个电容啊 储存电荷所建立起来的电位 那因为这个电容C啊 我们也知道叫做V分之Q 所以我想要去表达这个电容身上的电压 它的电位差 那就是反过来叫做11分之Q 加上这个11分之Q 那我这边换一个小Q 是因为呢 在它充电的过程 这个Q is a function of time 它其实是一个时间的函数 包括这个电流啊 其实也是 How fast you are changing your charge 你是多快的在改变你的电量 它是一个电量 对时间为分的这一个物理量 但是我知道 如果你是喜欢生物的人 看到这里呢 可能已经头开始痛了 事实上我还可以再讲更多 如果你有兴趣它的完整推导 你可以去看之前的影片 那但是经过一系列的推导 一系列的推导 我可以把这个电容啊 它在这两极板之间 因为正负电荷的分离 所建立起来的这个电位呢 As a function of time 这个电压As a function of time 把它写成呢 电时的电压 再去乘上呢 一减掉这个自然常数 负的rc分之t ok 同学 那在这里头啊 这个时间常数 通常给一个符号叫做tel 那这个time constant 就是时间常数 这个tel就被我定义成啊 叫做rc 其实这个rc呢 在不需要经过数学 微分方程的计算 你也可以猜得到 假如今天你想要把这个电容 给它充保的话 你要去猜一下跟什么物理量有关系 我一定会猜r 我也一定会猜c 因为我刚才已经大概比喻成说 这个电容你想像成是一个 一个水库 一个游泳池 你要把它灌保的话 如果它的容量大一点 你灌的时间会不会久 会 所以跟c有关 那如果你要灌它的那个水管呢 里面这个塞了很多小石头 这个小石头就像是你的电子 那你这个水啊 这个细细的慢慢流动 你灌的时间会不会久 也会久 所以我不需要经过很严格的数学 我大概就可以去说服自己说 要决定电容充保需要花多少时间呢 这个时间长数啊 是跟我的电容 跟我的电容 还有跟我的电阻 其实是息息相关的 是息息相关的 好 那如果你现在知道这个time constant 你知道电容有这个特性以后 我慢慢要把它跟生物去结合了 跟生物去结合 同学今天呢 你听过这个泡面方便面 方便面英文叫做instant noodles instant就是立即的 简单点叫做立即性的面 立即性的泡面 但是你今天如果拿热水去泡你的泡面的话 这个难道是水一泡下去 然后就瞬间可以吃的吗 其实你要等它软还是需要花一点时间嘛 所以电容这个特性的存在就是说 如果今天想要用电池去充保我的电容 这是一瞬间就可以完成的事嘛 一接上去咻的一声就直接充保电嘛 你的手机就算是现在快充了 插上去也要花一点时间嘛 对不对 有可能在这个0.1秒就完成充电嘛 是不可能的 也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电容特性呢 其实先稍微类比一下 假如今天你的细胞膜上面 真的会有一些所谓电位的产生 不管说是动作电位也好 又或者说是在动作电位以前 会有一些来自这个速凸的一些input 这些讯息 这些讯息不见得是什么 纳理质通道打开的去集化 可能就是单纯一些化学性的突出 化学性突出就是 比较像是你释放一些这种神经传导物质 去刺进你的细胞膜 产生一些这种去集化的动作 机制不一样 但是都可以称作去集化 那这些电位的改变 从产生到消失 你花的时间 是不是就跟你的time constant有关系 这时间长数呢 如果我把它带进去的话 你会发现这个V 如果你把时间长 现在时间就经过一个时间长数 它会变成ε 1-0.37 也就是说它是大概63%的 这个最大的电压 如果你今天想要把这个电容 给它充饱来 给它充饱来 充饱的话就是 最大指导电池的给定电压 这是一个极致 那在它这个电压 这两板累计电压 开始逐渐往上升的时候 我们会知道 当它升到大概是63% 这个电压值的时候 你所需要的时间 就称作time constant 而且这有趣的点在于说 我不论你的电池的电压是多大 你可以是1伏特 10伏特或是100伏特 反正你充到63%就是需要一个时间长数 这就是时间长数 OK吗 照它的游戏规则来 跟你的电压是没有关系的 那换句话说 如果你现在这个时间长数tau 然后呢变得比较大 变成tau1 但是我给的电池的电压 还是一样叫做epsilon 那我把你充饱到这个63% 所需要的时间呢 就是这个tau1 就是tau1 意思就是时间长数的存在 其实呢会影响到什么 影响到你充电的快慢程度 那一个电容它充电的快慢程度 又或者说什么叫充饱 我们其实可以用它的电压 从0到你有电池电压 这一个过程来做判断 如果说你的时间长数存在的 也就等于它告诉你 我想要把这个电容啊 在它的这个电板上的 产生电位的改变 这并不是可以让你 随意任性的一个过程 并不是我想多快就有多快 因为它本身就有这个电容的特性 它就有这个capacitance 它就有电容的特性 你再怎么样充到63% 你都需要这个 一个time constant的时间 所以电容的存在呢 我们刚才说 呃 第一个对于我们学摩电位 对于一个细胞膜的 第一个好处是什么 就是它随时 呃这个钠钾离子帮谱啊 它随时随地在这个贡献能量 随时随地贡献能量 让你处于一种极化的备战状态 我讲备战状态 这备战状态就是 它身上有一些藏开性的这个蛋白 通道蛋白 它只要一打开 外面的振力子往下流动 动作定位就产生了 所以 虽然说它叫禁止摩电位啊 它平时是休息的状态 但其实它有没有耗能 它还是在耗能 那为什么没事就要一直保持极化 因为方便随时去打仗 方便随时随地想启动动作定位的话 可以启动的更顺 那现在关键来的第二个优点 我认为是什么呢 在于说你可以帮助你的细胞本体 去处理这些讯息 什么意思 比方说 假如这个是一个细胞本体 那这个细胞本体啊 它这个另外一侧呢 它可能连接了非常多的这些速凸 非常多的速凸 非常多的速凸 我象征性化一下 我们给它一个名称叫做速凸 那这些速凸啊 其实呢会一直灌进来非常多的 input的讯息 那这些input的讯息啊 回想一下 这个生物上又有一个专有名称 这个专有名称叫做EPSB EPSB EPSB我帮各位翻译成英文 就是这个 excitatory E-X-C-I-T-A-T-O-R-Y 然后Post-Synaptic Post-Synaptic Potential 叫做兴奋性突出后电位 excitatory post-Synaptic Potential 兴奋性突出后电位 那也有一个东西叫IPSB的 如果改成I的话 就叫做抑制性突出后电位 那这个兴奋性突出后电位啊 其实也是一些细胞膜刺激的这个电位产生 也一样会有去极化的动作 但是这边这个去极化的机制 比较是属于化学性的突出 就是释放一些这种神经传导物质 所产生的一种细胞膜电位的一些刺激 于是有电位的产生 那跟我们之后学的动作电位机制不一样 动作电位是那这个 这种不好能的离子通常打开 然后去极化就产生了 那这个细胞本体啊 每一次都要去处理这些可能 这个EPS1 EPS2 EPS3 EPS4 这些进来的讯息呢 细胞本体需要去处理它 那去处理它 就需要这个时间长数来帮助我们去探讨 什么意思 比方说我们拉过来探讨 纵轴假如说我们给它叫做这个电位 然后横轴给它叫做时间 那如果说我今天的一个EPS1 一个讯息进来的一个电位呢 一个去极化动作产生了 但是啊我不考虑你有电容的特性 那你这个电位从你产生到消失啊 花的时间就会非常短 也就是来得快去的也快 来得及去的也快 那从不同的速突进来的讯号 其实时间点是不一样的 那不同的时间点进来的讯号啊 如果说他们各自都来得及去的也快 那他们根本就没有时间去相遇 那什么例子呢同学 如果说我今天呢 我需要去很好的综合判断一个讯息 那判断一件事情 那这个事情呢包含三种讯息 比方说这个三个讯息如果你分开听 就很像说各自来得及去的也快 这三个讯息个别是 第一个讯息叫做COVID-19 还好现在大家都在防疫嘛 对不对 那第二个讯息叫做确诊 OK每天大概都有这个个位数或零星的确诊 但如果你现在想像哦 这两个讯息 包括我等一下讲的第三个讯息 是同时让你听到的话 比方说COVID-19 哦好 确诊 OK 然后呢在你学校 哦 刺不刺激 就很刺激了 这三个讯息如果你分开听 在你学校在我学校怎么样呢 那如果你知道是COVID-19 确诊在你学校 甚至就是你旁边的人 这三个讯息同时加在一起呢 你就可以更好的去做出 接下来的判断跟反应 如果你个别听到 你可能没什么反应 但如果你同时听到这个动作就大了 这其实打趣来说 就是我们动作电位啊 在判断是否要产生的一种依据 所以同学 我们这个时间常数 时间常数time constant 就是告诉你啊 这个电容 电容的特性是细胞模 正负电荷分离 这种两个模 只有相距7到10nm 会有的特性 那这个时间常数就是告诉你 上面的这个电位 并不是你想变多快就多快 不可能 它不是一种什么 一瞬间就能完成的事情 它其实是有助于帮助你缓充这个电位 从产生到你消失啊 中间需要的那个缓充过程 所以这些 这些两个本来来得及去的 也快的讯号啊 在这种时间常数 电容特性的帮助下 它就可以变得比较胖一些 从你产生到你消失 你花的时间呢 会拉长一些 那这两个本来呢 可能各自出现 各自消失 没有办法相遇到一起的 这两个讯息啊 是不是就有机会 互相做点加了 那这种time constant 电容特性呢 其实是更好帮助于 你这个细胞本体呢 去处理这些好多好多个 在不同时间点进来的这些 这些讯息 因为这些讯息 如果各自出现 各自消失 我根本没有办法整合你 那但是如果说 让你们这个各自出现到消失的时间 长一些 我反而就很好的 可以去叠加这些讯息 去叠加这些讯息 所以这个电容的特性 对于细胞膜来说 其实是有利于你什么 有利于你去整合这些 速突进来的讯息 有利于整合你的讯息 我们的这个时间长数啊 是有利于我们的细胞本体 去整合这些许许多多的 这个EPSP的讯息 OK 那这个整合讯息呢 如果再讲成 稍微比较物理的这种感 整合讯息比较稳一点 对不对 那如果我们讲的稍微 比较树理一点的话 其实就是方便你去叠加 这些information 方便你去叠加这一些 各个不同时间点进来的 电位时机 比方说我刚才举的例子 我刚才举的例子 我刚才举的例子 一样纵轴是电位 横轴是时间 假如你刚刚听到的三个讯息 比方说这个可能是 这个COVID-19 OK 确诊 有点紧张了 然后呢 就是你 这个整个讯息量太大 无法接受 那这些细胞膜上的刺激 这些电位的产生 它能够有一起相遇的机会 那当它们叠加叠加叠到说 它达到了所谓的 threshold voltage the threshold voltage 如果说是有在做LED的人 我们会有所谓的这个threshold voltage 或者说是这个turn on voltage 也就是当你达到一定电压的时候呢 那接下来事情就好办了 它就启动了 所以这个细胞本体在处理 这些好多的information 好多的post synaptic potential的时候 如果说我可以借助电容的特性 让你们从产生到消失的时间 拉长一点 我其实更好的去叠加这些讯息 然后这些讯息呢 我才知道我怎么样做下一步的动作 那又或者说我才比较好去叠加它 然后方便我达到所谓的预电位 这个预其实就是threshold的意思 那当你达到预电位的时候呢 你这个动作电位其实就产生了 OK吗 那动作电位的产生机制啊 就是我们说过在这些细胞膜 它内侧有所谓的这个磷子层 它的电阻很大 但是它上面会有一些 这种常开性的通道蛋白 这是不需要耗能的 那你说那谁在耗能 就是我们这个大甲磷子棒铺 这个sodium potassium pump 那它靠什么东西 它提供能量就是我们的这个 核甘酸这个ATP 那这个ATP透过我们这个水碱 ATP透过水碱就可以去释放能量 那也就是这个能量呢 才去帮助你所谓什么 推三个钠出去 然后推三个钠出去 两个钠进来 那讲简单一点就是 帮助你把这个正电离子 把它推出去 这个需要的能量 就是靠这个钠甲离子棒铺 这个上面的这些ATP核甘酸 水解去释放能量 那动作电位产生是不需要耗能的 它只需要把那些 常开性的通道蛋白一打开 你想想看本来细胞膜的电位 讲的就是膜内的电位 叫做-70 膜内的电位叫做-70 比方说这对应过去 叫做-70 那你这个通道一打开呢 外面的这些可能像是 这个正电离子一往下掉 那是不是原本是内附 现在就变成内阵 变成内阵的话 是不是你的这个电位啊 就要开始往上标 这往上标的过程呢 其实就称作去极化 OK吗 那后面这个往上攀升之后呢 后面又往下掉 这往下掉的动作叫什么呢 这往下掉的动作啊 就是你再回去刚刚这个极化的状态 于是叫做再极化 那我帮各位看书啊 有时候这个再极化 想要回到这个rested member potential 也就是禁止膜电位的时候 有时候会有一种 这个往下掉的这个情况 这往下掉的这个情况呢 也有一个重要名称叫做过极化 那这过极化呢 像我这种不是生物专业背景的人啊 我就想了一些比较业余的批语方法 我认为这种过极化呢 就很像是你在尿尿 你在尿尿 当你有这个念头 觉得说我该停了 从你决定要停止尿尿 到你真的停的那个过程呢 其实你还是会有一些尿跑出来 杀不住车 我认为那个杀不住车呢 你就可以稍微把它想象成是 所谓的过极化 本来这个在极化 极化到原本的rmp就够了 那为什么还要再往下降呢 就是杀不住车 那通常这个在极化呢 可能就是 刚刚是那离子往下掉 对不对 掉到这个膜内呢 本来这个内附 然后就会变成内阵 叫去极化 那如果你可以再去把一些 钾离子给它打出去的话 比方说这个钾离子 再给它打出去的话 那这就是一个在极化的过程 那只不过在在极化的过程 有时候会杀不住车 所以你会看到这个 好像已经到了rmp 又往下在 又往下在探了一些位置 这就跟你小便 杀不住车是一样的 一种惯性的感觉 OK吗 好 同学 那今天呢 这个其实是个挑战啦 因为这个禁止膜电位呢 breast-demember potential 其实是属于这个 生物领域的范锁 但是因为这个细胞膜啊 讲到膜的内外 会有正负电荷的分离 这个 其实扯到电容特性 就感觉呢 我们也可以来探讨一下 对于物理的角度来出发 那电容特性 对于禁止膜电位的产生 它的意义 还有动作电位的启动 有什么样的帮助 那我们最后呢 帮各位做个总结 我认为最关键的两个点 细胞膜的电容特性 平时为什么要靠着钠钾离子膀腹 处于在一个正负电荷分离的状态 第一就是为了保持呢 随时激化的备战状态 方便你随时打开那些 常开性的通道蛋白 你就可以产生动作电位 比较方便 就像你随时随地抱着一颗石头 虽然你好像没有在动 但其实你也在耗能 那如果看到有什么东西想要砸它 你手放开就可以了 这就是随时处于一种激化的备战状态 那第二个优点是什么呢 这第二个优点就是时间常数的存在 电容你想要改变它身上带的电荷量 你想要去改变它身上的电位 这不是我们可以随意任性的事情 你需要有一定的参考时间 那那个时间的长短呢 我们就可以用time constant rc 来做判断 因为有这个电容的存在 你想要去改变一个细胞膜 它身上如果有一些去激化的电位产生 那从它产生到它消失这段过程 其实就暗示着电位变化的快慢程度 不可能一瞬间的结束 也因为电容的存在 它从产生到消失这个时间会拉长 所以时间常数的存在 是提供我们这些电位啊 从产生到消失延缓了这个 从变化的时间 延缓了从产生到消失的时间 那这样有什么好处呢 它就可以方便我们这个细胞本体 去整合这些从多个速度来的 好多个EPS alpha EPS beta 好多个input的讯息 目的就是呢 我不想让这些讯息啊 个别呢好像 来得及去的也快 来得及去的也快 你走你的 他玩他的 大家都没有机会被细胞核去做整合 也因为有电容特性 我们就可以把这些讯号啊 从产生到消失 给它拉胖 一拉胖之后 你就可以互相叠加 所有的消息一句话 如果呢 你把它拆成好几段去听 那你根本听不完整 那如果一句话 同时去听的 同时去听呢 你才方便去做下一步动作的产生 所以 这个电容特性的存在 才方便我们去把这些啊 好多个 EPS的讯号呢 叠加叠加再叠加 直到你达到所谓的 这个facial voltage facial potential 预电位呢 动作电位啊 就可以达到启动的标准啦 OK 那希望呢 这样有回答到 各位的一些好奇心 就是怎么样以物理的角度 去理解呢 生物的这个 Resting membrane potential of the light kit this is Nash